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那么刚刚我们谈到了 就是洪耀福在节目当中呢 特别说这个洪友宜又找人来传话 就是说如果你不要提名苏贞昌的话 2020会保持中立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来这个是信传媒说 跟我一起透动 最大母鸡洪友宜要成为蓝营的兴奋剂 那如果是今天这个消息出来的话 博文你怎么来看啊 这个希望洪友宜当蓝营母鸡 结果现在他对洪耀福说 派人不是他对派人跟洪耀福说 你不要提苏贞昌的话 我2020保持中立 可是我一点都不意外啊 因为我觉得以洪友宜 洪友宜过去坦白讲 他跟绿营的关系就一直非常好 所以为什么一直到后来 我们会觉得很痛心疾首啊 因为他的民调支持度里面 还有很大部分是所谓绿营支持者 所以你知道在这之前 包括他所有的民意调查里面 三成四成都还是绿营的支持者 所以为什么我们到最后觉得发现 这么优秀的这个终身代 包括罗志胜吴炳瑞 没有办法拉起来 因为绿营的凝聚力没有办法 基本盘没有办法回来 所以我们退而求疑是去找大了 那侯友宜确实在这个部分 因为他过去就不断地强调 他是警戒出身嘛 那我有一次在质询的时候 我就跟侯友宜讲 我说这个你过去收到 包括陈云炳总统等等 这样不赤把阻 所以你可以这样一次这样 跳好几集这样 可是很奇怪哦 你过去在民进党当官的时候 你从来不会强调说 你这个不是民进党员 等到你想要参选市长的时候 你突然刻意强调说 我从来没有加入民进党 然后我呢 最近重新又加入了国民党 那我觉得他的这个人格特性 其实你讲不好听一点 是觉得有点投机 可是讲好听一点是有点适实物 所以你说在这个 如果他现在为了这个大选 他为了要自己能够确保说 我能够顺利当选 他会不会透过传话给这个洪耀福说 你不要派手人冲出来 我2020我保持中立 那我觉得说当然是有可能的 而且以他过去长期以来 对跟绿营的人脉 坦白讲这也不用什么太间接的 他自己下面对你的时候 包括他会不会透露出这样的讯息 比如说像以前的话 他是会跟你讲说 他听得到不一定会算嘛 就是一直要跟这个民进党 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啊 我觉得这个你说这个 他私底下跟议员这样 哎呀你听得到我听得到 那个其实都很正常 那也没什么的 就说这个是我觉得是行李如鱼 但是我可以感受到 就是说在20 这个上次2016年 那民进党拿到中央政权之后 坦白讲他一度是 我认为他是对朱立伦是极度不屑的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朱立伦的政治判断有问题 所以他那个时候他 我记得他他曾经他他对朱立伦那个时候在关键时刻没有断然决然的就在第一时间宣布选总统 他觉得很不以为然 可是你不要忘了 其实朱立伦对他也非常倚重 那我必须讲就是说以核有仪 我觉得他最大的致命伤 很多先进去讲说 哎呀他过去警戒有怎么样的事情 我其实我也相信 就是说在警戒过程中 坦白讲警戒尤其在过去那个时代 你又是中山分局出身的 很难就是说 我觉得说很难说你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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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我说这样一戒一戒不娶或者是怎么样 当然也许你有你的坚持 可是我只是说在那个混沌的环境之下 有很多的联想很容易让人家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在那个那个时空时空背景一直到现在过来 我觉得侯友宜他其实会 我觉得他会像过去像王儒选 他一向过去没有接受过这个这个所谓的政治的检验 他没有选举过 王儒选当时提出来 劳工的律师出身多棒 结果一出来才发现 小段一打就打到他的痛处 你竟然劳工律师出身 结果你竟然在转卖君宅等等 那你看一下子就崩盘 那侯友宜会不会未来出现这个状况 我不晓得 但是我是说 我们即使不用去打侯友宜这一块 我就讲好了 我只要问侯友宜一句话 我认为侯友宜就倒了 我问侯友宜过去你七年 你担任首席副市长 其中有好几年的时间 你几乎像在当市长一样 因为朱宇伦最信任他 请问你过去八年的时间 你有什么事是你做不到 而你现在说再给我八年 我可以做得到 我觉得这个没有 他回答不出来 第二个 我这两天在看他一个市政问题 他一直在讲 他说 我们未来捷运所到之处 我们就办理都更 我说这种话 你尽量讲 我都会把它记录下来 等到选举的时候 大家来拼看看 你知道上一次 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游锡棍就喊出 公办都更 一瓶换一瓶 而且他是很具体的提出方案 市政府做不到 你知道市政府这几年 八年时间 他真正做都更 做三个地方 其中有一个地方 就是梁文杰的出生地 这个所谓的大城 大城那个地方有开发 其他的地方 他是完全没有做到 那我请问你 他现在又提出说 捷运到哪里 就办都更到哪里 不会有人相信的 你过去可以做 你为什么不做 你现在选举才提这个 我再举一个例子 你知道在我们 板桥最精华的地方 越快地 很精华的处女地 很大的空地 我们引颈期盼说 希望可以盖 新北表演中心 等了十几年 结果后来 新北市政府 给我们的一个方案是什么 好 新北表演中心没关系 可是他真正做剧场的部分 只占百分之八 其他百分之九十二 全部是做旅馆 饭店 电影院 游乐设施 这种 我坦白讲 这根本就是大巨蛋翻版的一个 官商勾结的一个BOT案 后来我们不断地去跟文化部 还好我们后来执政 把这个案子先挡下来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要做新北表演中心 你知道侯友宜他竟然讲什么 他说如果我可以的话 我希望那个地方 是一个儿童乐园 我们搞了十二年 要做新北表演中心 他突然一句话 他说为了选市场 他说我们希望那个地方是儿童乐园 那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他的这个整个的重振过程 你会发现他很多事情是反反复复 尤其我必须强调 他的市政是很难经得起检验的 所以我其实都不用像什么经济的时候 去打他什么有的没的 我认为光是 过去的就不用讲 光是检验他的市政 未来我认为他是 我是觉得他很难去面对这个部分 所以我再次强调 朱立伦所谓的执政的成绩 其实就是未来侯友宜选举最大的包袱 好所以市委 这个一定要回应 包括刚刚连这个 博文提到的有关市政的检验 这个很实际嘛 选举就回到市政 而东豪直接讲了 这过程当中刚刚讲的这个所谓传话 不要提苏仁昌这个说法 是一个所谓一桃杀多事的这个阳谋 我会觉得洪亚服务市场 真是用心良好 从之前然后听闻讲说 侯富市场要代表国民党 来参选这个新北市场 一路这样用心良好 一下子都在这个 广南亚街球军的一个方式 你说这一个方式 刚刚大家就在讲说 侯友宜 听听就好 没有正确的回应就否认 没有正确的事情 本来就听听就好了 可以多提告啊 你若是像 东豪市场说去提告 你刚刚中了他的圈套 你认真你就输了 洪亚服务市场是怎样要这么说 这不是网友 他要巩固 这一个浅绿的 然后分化你深蓝的 所以说他从头开始就说 侯友宜副市场是蓝皮绿谷 然后有的没的 整个人 你如果真的 如果有人嫁过 还有侯友宜副市场的 本身的一个受益 来你把人事实地物公布出来 你直接公布出来嘛 对吧 像董事长说 你不能记得 台中市政府前一阵子 那个MOU 那个还被人家诈骗 一个人的公司 就骗千万一的合作案 你不要骗到 碰到诈骗的 选举到的时候 有人说 我才多少票 刚才多少票 到时候你如果听我的 试图 如果说要这样听 梁文杰市议员 近前有说什么 说柯文哲 说不说你民政党 拿名出来 有吗 你不就要听梁文杰 议员说的 你不就 每次拿名一个人出来 跟柯文哲拼一下 结果你到现在 在对于台北市长的人选 你也在那边摸摸摸 所以说 他现在被党内毙级了 他说什么 如果身边线 如果是征召苏贞昌 如果没动算 我辞这个秘书长 没掉你本来就要辞 你不就比较有 说如果没掉的时候 我会辞 如果贏的时候 我也辞 这样不就会辞得越好 他为什么饮药汁 拿你做嘛 我才为饮药汁 不是啊 你才有配一票 你讲我最辞 你才配一票 责任政治所 要辞职 我们不一定说要辞职 手辞职还是优势 但是贏了要辞职 要辞职 你要讲 不是啊 我是说 显然红耀福的这段话 确实有击到难营哦 你看他拍就不知道这个有用吧 有用 我们先来讲啦 他怕啦 他怕是真有提示 我们不会中计 被他牵着鼻子手 第一个 侯友宜不能什么事情 就说听听就好 没什么事情 听听就好 我不是说这件而已 在初选的时候 这是一个长期检验 你要选的是一个四百万人口的都市 你的同党的对手的质疑 不辨解 不说明 不管是三亿探展 不管是什么换包案 人家还花钱开半板的广告 国民党的质疑 周席位只求一个公开的辩论 求不到 连证件发表会 还要不同的时间 没有碰到面 这个人说 要做新法治的治疗 市政不能辩论 问题不敢给你问 质疑听听就好 所以红耀福这个 其实这小菜而已 我说的是 侯友宜一直累积一个印象 就对着问题就陷了 然后呢 你相信他站在台上 让公民自由提问 不要说绿营 公民自由提问 他站在台上知道吗 敢不 所以我是觉得 提名任何人 任何政党提名一个人 是要对新北市民负责的 我现在觉得最精彩的 你如果说苏晋 穿到好友评论 那天我絕對会看 开电视来看 我看他怎么变 然后再来 讲说 这个听听就好了 太多事情不能听听就好了 因为很多事情 是操守的检验 是执政能力的检验 新北市在朱立伦的执政下 另外一个副市长收押 土地开发有问题 然后他的效率各方面 新北市民就像博文说的 体育是闷在那里没有动 所以期待赶快动起来 所以这期待赶快动起来 需要执行力的人 需要有魄力的人 是选民的需求 他就会超越政党的界限 至于侯友宜 有叫人团队去跟洪耀福说吗 我相信有人表达这个意见 但是不是侯友宜叫的 我先保留 因为有可能 我就两边的朋友 没得够够 说你不要叫索情中出来算 这样侯友宜中来 总统台算不搞怪 有可能是这个 这可能是剧本之一 但是你要知道 不只侯友宜 新北市的蓝营的立委 新北市蓝营的议员 其实都认为苏贞昌出来 是民讲最强棒 那个立委是亲口跟我讲的 所以说表示 所以这个其实双方是有起来的 可以对一绝 我可不可以再补充一点 这个在过去八年的时间 新北市政府 有108个官员 因为贪污 被判刑或起诉 108条好案 这个数字我是统计的非常完整 而且只有增加没有减少 第二个 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都是担任所谓的首席的副市长 请问 有没有你负责 直接负责督导的单位 当然很多啊 那这些东西 你觉得未来一件一件 真的跟你都撇得这么干干净净吗 我认为这个部分 侯友宜他迟早要面对检验 这个东西不是笑一笑就好 这不是在吃饭喝酒 说我酒量很差 对不起我笑得好 不是 这是在选举 所以随着民进党 在确定人选之后 包括像博文 或者是说包括定宇 所提出来的部分 两军自会把这些东西 通通好好拿出来检验 但是另外一个要来关注的 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了 因为民进党到底 现在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 来面对他呢 因为之前都先说 新北在前面 新北决定了之后 那么台北就变成无法逃避 必须要来处理了 今天媒体说啊 这个柯文哲今天施政报告 所以蓝绿要算肿胀了 而今天呢 确实议员也是整个就是磨刀霍霍 带你来看一下这个新北市之外 台北市议会的最新现场 记者交给周凯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是到台北市议会 进行施政报告 只不过呢 日前柯文哲有秩序 他希望自己是真名天子 这个说法呢 这让台北市议员王世坚相当不以为意 更不无法接受 所以呢今天王世坚还特地准备了一套龙袍 要送给柯文哲 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画面 我在瞠目结舌之余啊 特别帮柯市长准备了一套龙袍 让柯市长私下在办公室或在家里 可以穿上他过过瘾 这也算是一种心理治疗 那个卫生局黄局长 原人医院黄总院长 你们应该多跟柯市长聊聊 好好帮他检查检查 柯市长 我现在就把这一套龙袍 送给你 送给自称真命天子的你 你就别客气了 收下吧 还有龙袍 还有龙袍 连辫子都绑好了 好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柯文哲是没有亲自接下这套龙袍 但是他也是忍不住笑出来 而这一次在议会被寻呢 也看得出来蓝绿议员都是准备的相当就绪 就看柯文哲是如何接招 好我们看到的是 你看这个民进党的议员 对于柯文哲完全就是不手软 而我们看到的是 面对要不要来礼价柯文哲 蔡英文总统在昨天的专访说 这个柯P必须再一次的确认 自己的台湾价值 显然对于民党来说 最高定调就是 你要我跟你合作 重要的你不一定要说 至少你要做给我们看吧 支持者能够被说服 而另外今天早上洪耀福 在接受寇解专访的时候 又说了这个 是要合作还是要礼让 然后说绝未答应任何事 那么对台北市 选战还没有下最后定论 但是呢 这个柯文哲不是我们的人 这个说法 蔡姐有一种就是说 已经在分清楚 就是说你跟我之间的不一样了吗 柯文哲跟民进党的关系 这个依照我的观察 其实从去年的世大运之前 双方关系还算可以啊 就双城论坛之前 那那个时候大概 有些人对柯文哲的风格 或者他私下批评小英啊 什么瞧不起小英 或者他自己认为他可以选总统 其实我们都听过嘛 那也都觉得 大概还不失分寸 可是双城论坛之后 加上世大运国安会演讲稿啊 什么屏蔽啊 后来就有点失控 失控到他台湾价值 他不回答去呛小英 然后到荷兰去讲台北价值 被认为是中华台北价值 一直到最近他简直就是 把所有的批评他的节目 都当成是这个 被收买的对象这一点 我觉得他已经完全让 民进党跟他的关系 已经变成要为他背负他的负债 那换句话讲 就是说民进党要思考 跟他的合作关系 跟2014年的在野大联盟 要不要支持他之间的变化 是柯文哲自己造成的 我觉得不管是蔡英文总统 或是洪耀福秘书长 因为这两场访问 我都在场啊 那个蔡英文总统说我在场 那洪耀福秘书长 是我访问的 我觉得他们确实十分的为难 因为他们当然希望 在台北不要让国民党当选 那为什么他觉得 洪耀福说为什么他觉得 不能让国民党当选 是他认为现在的国民党 还是台湾民主化的敌人 就是他认为现在的国民党 没有本土化 那是他的这个论述 那可是柯文哲又不是自己人 对柯文哲说 名嘴被收买这件事情 他说这个是非常不恰当的 对于柯文哲说两岸一家亲 他说他也是不支持的 对于柯文哲这个人 他说他不是我们自己的人 他甚至于说他跟柯文哲没有任何私交 君子之交淡如水 而且他说我从来没有答应过 他要有任何的这个礼让 他还说在柯文哲当选之后 他曾经跟他说 你讲白了一点 就我们的合作不过是联盟的关系 说难听一点是棋子 这个是洪耀福自己 今天公开说他跟柯文哲说的 然后他跟柯文哲 把柯文哲跟民进党的关系 在他当选之后就已经说明白 那个时候距离总统选举还有一年 你记不记得2014年年底 那洪耀福还说他跟柯文哲说 2016年的选举是我们自己的事 所以换句话讲 民进党不欠柯文哲的 那民进党今天最大的困境是 你要赶快找出一个好的候选人 而这个候选人在选举当中 是可以带小鸡的 蔡英文总统跟洪耀福秘书长都说 他们要等议员的初选 因为现在不是议员在初选吗 今天是中山大同区有我的好朋友 有王世坚有梁文哲 有我的这个非常支持的议员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这些议员出现之后呢 可能呢就会请这些议员来 这个是洪耀福跟那个小英都讲了 然后他还说 他们两人都说他把里长邀请来 换句话说小英跟洪耀福都说了 这个是一次从基层听民意 换句话说他们否觉得过去 柯文哲所说的我跟高层很好啊等等 我认为其实现在的趋势是 不理让他作为一个目标了 当然是以不理让他作为一个目标 那这个目标要贯彻的过程里面 要如何的排除万难 而不会沦为一个最艰难的状况 那我也理解 可是呢 很清楚的是基层的声音非常重要 所以呢 民进党基层支持者 你仍然要努力的打电话到中央党部去 要打电话到总统府去 表达你们对于跟民进党 绝对不能理让的心声 而台北市议员 不管是昨天呢 这个在民调章当中出现 像昨天出现的 吴佩义他是中正万华第一高的民调 他从第一天接受访问 不管是上我的节目 或在其他的访谈当中 他都说在中正万华的老年人 这个也就是可以领年金的人士 对于柯文哲一讲到就生气 就骂他 而且他也不认为应该理让 这是吴佩义耶 吴佩义是多么年轻的 35岁以下的候选人 结果他得到的是第一高票 就是初选的第一高票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在另外一个选区里面 支持柯文哲的是第四 也就在民调当中 现任的议员里面 是掉下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趋势 都可以作为参考 我们会努力的让民进党的高层 也就是主席跟中央党部秘书长知道 你让柯文哲最后是灾难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寇姐很清楚的去解析了 就是说洪耀府为什么今天 会在寇姐的访问当中说 柯文哲不是我们的人 在这过程中价值不一样 理念不一样 当然就是基层的反弹的声音 是很强烈的 但是面对这个专访的时候 提到这个柯文哲 蔡英文除了说 他已经变了 不是在以前的政治素人之外 媒体也用这个来做标题说 台北这一局如果没有处理好 民进党可能分裂 东豪哥如果像这样的话 过去过程当中 几次不一样的讯息出来 我们都会讲说 这个时候可能决定要礼让 这个时候可能又不会了 但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包括洪耀府 很难得的去 特别去提到说 柯文哲不是我们的人 但是蔡英文总统又担心 这一局没有处理好 民进党会分裂 要怎么看 其实这个完全是一致的 这一局的民进党 如果没有处理好 当然会分裂 这个分裂就是 深绿的一块 浅绿的一块 那讲白了 浅绿是什么 浅绿现在跟着柯文哲走 还是跟着柯文哲走 事实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你从各种 不同的媒体民调 你看出来 柯文哲在浅绿那边 就是很稳定的拿到一块 非常稳定的拿到一块 而且我们喜欢讲 就是说他有年龄层的区隔 那个年龄层 那个现化得非常清楚 这就是柯文哲的优势 这也是柯文哲到今天为止 可以同时面对蓝绿 两个政党 最重要的政党的原因 那你再回来看洪耀福 其实如果你把蔡英文 接受媒体的专访 跟洪耀福在扣扣节里面 你把合并起来看 大概可以 我们做这样一个推论 在年底台北市市长 第一重要的位置 当然是市长候选人 可是他有一个第二重要的战线 是市议员 而你问我们回过来看 民进党在台北市 发展的困境是在哪里 他的市议员人数 其实还不算少 可是能够变成立委的就不多 有一段时间甚至一席都没有 或者只有一席 现在比较好有两席 那你要知道 你要成为一个市长候选人 你只能从立委上去 也就是说市议员是什么 市民进党在培养政治明星 或者一个好的政治人物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土壤 不是只有市议员 市议员下面还有一层是什么 里长 不要忘记了 年底还有里长选举 好 那这一场选举 台北市市长选举的当事人是谁 如果提人 当然第一是市长候选人 再过来你会有几十个的市议员 候选人 再还有里长 一般来讲 里长应该是民进党在台北市组织上 最坚定的支持者 跟最有活力的人 那么如果今天 这个可能对姚恩是不公平 可是现实 如果今天民进党在台北市有一个 就很明显有共识的强棒 除了一个人以外 赖清德 赖清德既然选了 当然行政院长就不要想他再回来选 双北都不可能的 因为现在大家都说他跟陈菊 蔡英文是铁三角 所以你就不要去想赖清德 因为想说最强的当然赖清德 所以赖清德就不要想了 在这种状态 如果你还有第二个很强的人 容易形成共识 因为在新北 不管是书或有 基本上都有高度的共识 所以才会形成两组强 强将对垒的问题 但是在台北 平行的论 你在民进党里面 你不容易产生这种共识 所以没有人 还是最重要的 可是他其实会有个时间压力 因为民进党五月会有全代会的 我们可以去想象 如果他在台北市 我觉得他到现在为止很难决定 要离让或不离让 就是说我都要提人 我如果要提人 我的提的这个市长候选人的考虑 不是只是跟柯P的关系而已 还有他对市议员里长的关系 那如果提赢哪里 输哪里 不提会赢哪些输哪些 他必须要算清楚 这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政党的操盘手 主要操盘手 你一定要把这个地方想清楚 然后你才提出ABC不同的方案 电影其实在从昨天播出了蔡英文总统的专访 以及今天洪耀福接受访问的时候 不可避免的双北是大家非常在乎的 我们如果来回顾的话 洪耀福他说 柯文哲不是我们的人 但是现阶段的敌人 还是国民党 这个当然就是划分的非常的清楚 但是总统也讲了 是不是民党自己要整合 那柯P也要好好想一想 那么柯P需要对台湾的价值再确定 不一定是要说的 要能够做的 或是其他方式来展现 那么不是党主席自己就可以拍板 所以五月六月要处理 所以接下来包括 陈菊的接任 会不会是就要处理这一个事情 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呢 刚才东豪讲全台 我们全台会是七月份开 七月中旬 那在新北市的时候讲的是 国民党的候选产生之后 就会处理新北 台北市会在国民党 台北市候选产生之后处理台北 所以估计台北市长 民进党对台北市长人选的态度 在五月中旬应该会明朗 那现在我先讲结论就是 这是一个无法理浪的台北 什么叫无法理浪呢 除了我以前讲的 有些价值比输赢更重要 政党的程序是长期的 你如果只看一个都市 或一个点的选计 就说我这业会过就好了 将来要付出的代价会很大 那个代价不是选举的输赢 而是支持者怎么看待你这个党 所以有一些价值比输赢更重要 除了这以外 无法理浪在台北的原因就是 有一个吕秀莲 有一个舒焕志 甚至还有一个姚文志 你不提名要理浪 你能把绿的票 他们吃不到浅绿的也许 但是在升绿的这块票会跑 不只跑到 就是说不会照你的理浪的想法去跑以外 对在台北市选议员的民进党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正至于在外县市 我在外观市里有听到 我相信 我不知道台中的鱼龙还是博文 就说你们在地区住在 这不关于我的事啊 你在台北市你讲到这边来 可是他会跟你讲 你如果好大台北市人留 我也不会出来倒 纵使你认为那是要做深绿的 或者认为他那是最坚定的基本盘 他会全台湾有影响 所以这无法理浪的台北 原因在这里就是 那你女秀莲你没办法说服她说 你要理浪嘛 那在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昨天讲的改变 洪耀福说 柯文哲不是我们的人 对 蔡英文说他变了 那今天柯文哲 蔡英文哲才会回答我以前很明白的 他说我不是变 我是演化 你当时你是变形虫 他变化 他说我是演化 好 就算叫演化好了 从头到尾民进党的支持者 绿营的支持者 或者绿营的台北市议员 有改变吗 没有 所以有些用柯黑柯粉来分类他们 我觉得太不公道了 这些议员 在柯文哲选市长的时候 无怨无悔的去支持他 甚至于柯文哲那时候是有特权 就是什么党的台都站 我到民进党的市议员那边站完台 待会就去林国城那里 去清明党那边站台 然后再会又跑去清明党那边站台 他是可以到处站台 那时候民进党的议员 会因为自己的选举紧张 我想说不好吗 没有 大家没有在计较这个选举输赢 那个态度只是认为说 台北市要改变 国民党在台北市做的不好 林胜文不适合 到后面是谁变了 不管在五大案对财团的态度 不管对台湾自己的价值 也就是我们没办法用台湾的民主 牺牲掉 去换中国的慈悲 我们不可能 对不起很多人过去的努力 去肯定一尊同像 我们不可能跑到汪西林的新书发表会去肯定 然后接下来各两天又跑到了正南龙的纪念馆去 这些东西不是这些支持者 你们现在把它叫做柯黑的人 他们从还没有变 他们过去也不是柯粉 过去也不是柯黑 他是站在价值上在支持你柯文哲 现在是柯文哲演化了 变了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再问柯文哲选台北市长 他的民调也许目前还不低 可他组成分子有没有改变 我想这是一个科学大学 真的不一样了 他的组成分子里面蓝的有没有多了一点 红的有没有多了一点 你以为郁慕明跟国民党说 对不起我这是要支持柯文哲 郁慕明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 为什么中国的台办来到台湾 现在跑科办的频率不输给跑国民党党部 那个李文辉不能来 他的副主任今天年初不是有来吗 去了哪里 就是说这些东西的质量的转变 形成就是你绿营的里浪没有意义了 因为柯文哲拿了票 已经不是你这块的主力了 所以民进党在五月中旬应该提名 那刚才都好讲的一个重点就是 台北市没有一个 就是丢下去可以把胜率潜率都吸住的人 而且那个产品不是说 苏正汤游戏困了 一个分一个来台北市就好了 产品不一样 两个都市的性格完全不同 所以在台北市需要一个 有都会性格的 能够吸引的人 然后他的强度不能离苏贞昌太远 或尤其坤太远 那听说中央有人 但是我们就等五月中旬 五月中旬真的会出现吗 但是现在包括蔡英文总统 还没有把话唆使 就是说柯文哲你至少要把这个 所谓的台湾价值 就算你讲不出来 你总要做给我们看吧 那么面对现在大家看到像昨天 就是由陈菊来去 请这个苏贞昌出来选新北 所以陈菊会不会是接下来负责台北要来协调的这个人呢 那么民进党是否要离任柯文哲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柯文哲 就是之前都一直抓着这高中市长陈菊 来做对抗的一个对象 陈菊说我会表达我的意见 但是雨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怎么来看年轻人 就是说现在如果柯文哲 台湾价值就是讲不出来的话 民进党五月应该提自己的 我觉得柯文哲如果还有希望跟民进党合作 那他的态度真的不应该是这样子 他竟然在陈菊市长 他对陈菊市长态度他是说 他觉得他不是党中央的选队会的人 但是我想总统兼主席的蔡英文 指派陈菊市长 未来的府的秘书长 来跟柯文哲做对谈的时候 柯文哲是这样的态度 其实对所有的基层支持者 不分派系 大家都非常的不满 那也很生气 那你说柯文哲的外议效应 是正面还是负面 我想这个我很难去判断 但是就我目前在台中的选举 柯文哲来到台中的时候 我有参与 那参与的时候 当然我有收到支持者 当然也有跟我们的回应 就是说希望不要跟柯文哲站得太近 所以我想从这一方面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说 那因为那一天他刚好来到我的选区 台中市中区的绿川 那赖院长也曾经来过 还有新竹市的市长 那包括柯文哲柯市长 但是我想台北跟台中 当然毕竟距离比较远 那选举上面当然是要各自努力 所以很多人说柯市长的选情 影响最大的就是会影响到林家龙 但我知道林市长对这个论述 他回答是蛮保留的 对 他其实不是很喜欢这个论述 我们都相信 因为他是认为 第一个距离很远 那再来就是台中市的选民 当然偏中间的比较多 就是我们没有所谓 真的非常偏绿还是偏蓝 还是意识形态 但是我想就柯文哲过去 他对市政的表现 还有一个首都市长 如果常常讲满嘴脏话 我觉得也不是登得上大雅之堂吗 那再来柯文哲 你说他有没有办法坚持住台湾价值 其实所谓民进党的价值 就是台湾价值 那如果柯文哲希望跟民进党合作 那他应该就是要坚持住 自己的台湾价值 否则我觉得根本没有合作的空间 那再来 其实上礼拜梁文哲议员也有说 他认为柯文哲应该没有想要 他认为梁文哲议员是说 柯文哲是希望可以让民进党 自己提人出来选菜 那证明他自己的实力 我觉得梁文哲议员说的没错 柯文哲或许就是有这样的意愿 但是我也只能跟柯文哲市长说 如果民进党提名人选的话 保证柯文哲第三名 那柯文哲市长没有办法再夹着 他当时的白色力量 那继续连任成功 那我们最后要讲 其实刚刚定于委员讲的是 所有民进党人的心声 一个执政党 台湾的民进党 一个执政党 其实在首都市长的选举 并不只是输赢 还有价值 像过去陈水扁总统选举 那时候的1997年 有办法拿下台北市 那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一件事 但是他选举不只有输赢 后面带来的价值 让我们知道说 绿色执政品质保证 那现在的民进党 我想选队会里面的成员 各个派系的成员都有在里面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这一次的台北市长 民进党要提人 那不管要提哪一个候选人 民进党如果有自己的人选出来 我们才可以有我们的坚定的价值 夹着我们的意志 那所有的党员 跟着这个意志 那执行下去一起走 好 玉蓉讲得非常好 而且包括陈菊呢 昨天虽然说他回应的是 有关于新北市的人选 但他说其实党内 不要弥漫失败主义 如果新北市可以这样想 我想民进党对于台北市的人选 同样的应该要有信心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更多讨论 柯P从一个树人 也开始走向政治的这条路上了 那也某种程度也越来 越像政治的人物吧 最厉害是在 有没有把从政治的人物 再变回树人吗 没有还好啦 都在演化啦 总不可能 不会变得只有化石 总会变嘛 那又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那么刚刚呢 其实我们前面几位来逼都说了 这一次选举 当然不是只有市长的选举 是议员的选举 尤其重要 民进党在决定 要不要跟柯文哲合作之前 要关注的是 他们派出什么样的议员阵容 我们来看到昨天进行的是 中正万华区 那么两位这个新秀当中 都受到高度的关注 那么就是 余小平呢 在中正万华区落败了 而吴佩义则是拿下最高票 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余小平虽然落败 但是呢 他讲说虽然没有办法代表民进党 但是还是感谢 这些中正万华区市民的支持 那这段时间 受到许多相亲的照顾 也感谢这些邻里的长辈 给他学习的机会 那么他会持续来关注 当然也恭喜出现的这些候选人 那么对于这个女儿 在这一次的 民进党市议员的初选当中 成为了所谓的落选头 余天到底是怎么样的面对呢 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 余天最新的说法 那之后还有考虑要继续从政吗 之类的 失望头顶 不要了 是我害了他 他本来没有这个念头 后来他没有朋友劝啊 然后我又拜托他 我说好了没关系 还要害他又失望一次 怎么讲 出乎一教就出乎一教啊 我跟你讲啊 个人怎么打得过中央啊 不可能啊 单定啊 很单定啊 小平也是啊 那怎么办啊 他说那怎么办啊 我们已经尽力了 就这样 好我们听到这个余天 确实是难言落寞 那么余小平他其实没有出面 因为毕竟 这个选举失败 都是一个很不容易面对的 不过因为余天 他是新北市的主委 我想他跟你的关系一定是 又比现场其他来宾 就更为己 当然定宇可能也是跟余天大哥很熟 面对这样子大家都会说 像刚刚扣吉就认为说 在操作上面的策略的部分 像吴佩义 他除了是新人很认真之外呢 他选择在跟克文哲切割 就是跟克文哲在对立面 所以他拿到了高票 那么余天这个爸爸 也是说实在很感兴 马上把责任都怪到自己身上了 你怎么来看 我想吴佩义的出现是在于 我认为他一开始 他的定位就很清楚 他因为第一个 他本身他的学经历 坦白讲都不错 那他给自己定位 就是在一个专业 那在这个选举过程之中 那他也一直拿着 这样的一个主轴 再加上他本身的条件 其实也不错 那所以我觉得他的出现 在这样特别是过程之中 我也过去帮他站台过 扫街过 我可以感觉到他那个认真 那我其实在最后一次 帮他扫街的过程中 我就可以感觉 我其实跟其他人感觉不太一样 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说 无配意危险 可是我反而觉得他会过关 因为最后一次 我陪他扫街那个时候 我发现那个群众是有热情的 就是说因为他其实 他的在地的知名度不算很高 可是他短时间之内 我可以发现很多人 对他是有热情 甚至有那个妈妈跟着小朋友 是追着要 追着宣传车 希望跟他打个招呼这样 那所以我认为那个是有热度的 那于天余大哥 我讲就是说 于天余大哥 不要说我 我们党内其实太多人欠他人情 因为于天余大哥 真的是一个很德高望重 他不只是一坛的老大哥 我觉得他过去长期以来 对我们的这个辅选 助选 其实都有相当的功劳 那所以这次 我觉得小平的这个落败 我想他可能真的也会非常的难过 不过我想就是说 选举就难免就是 有赢有输啦 选举就是有赢加一定有输加 那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就是 这个民调也是这个公开透明的一个状况 那我想就只能够接受 不过我觉得于天余大哥 他长期以来对民进党 包括在新北市党部 对于这个党务 对地方的贡献 我坦白讲这是不容抹煞的 好 定语我们来看 就是说过程当中 我觉得于天确实是很疼 他的这个女儿 之前他为了女儿 特别跟党中央对抗抱不平 所以那时候大家就说 这个是拉抬了 不只拉抬的女儿 连吴佩义也被拉抬了 但在现在你看失败了 他就讲说 你看又是我害了他 然后他也感叹说 个人打不过党中央 我后面这句就不多说了 因为党中央能够帮初选什么忙 我们自己都参加过初选 初选真的是自己帮忙 不过我是觉得于天帮他女儿 不只是应该 每个父母帮自己的小孩是应该 于天讲过一句话嘛 你们这要选的我都去帮你们站台 我怎么可能自己女儿要选我不站台 我觉得这个地方 这句话这个部分要体谅 那选举没有过就是没有过 有时候都没有过不见得拍文 拍文会合名 那过的人会拍名 要做工 而且这是初选后面还有大选 所以我都建议初选过的人也不用说太多 没过的人其实也不用讲太多 但是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 在所有的二代出来参选里面 于天他们这个家族知名度算非常高 也就是我们讲大树原则 这棵树树印够大 累积起来的东西就够多 也就是说于小平是有出现的机会 几份民调在这个初选前的民调 其实于小平还有跑到前面过 但大家都在误差值范围内 那吴佩毅这个名字能够被记住 我觉得今天吴佩毅 我不知道他没有开记者之后 有开他第一个要感谢的是于天 但不见得要把他当爸爸孝顺 但是要谢谢于天 因为那一个在党中央的冲突现场 我在 当然于天 于主委可能误解了民进党的体制 不太可能主席点一个人下去初选 然后就那你要讲的 排在吴佩毅后面还有四个老将 袁胜冠 刘耀仁 周薇佑 周薇佑多久了 那他三个是谁清点的 没有嘛 还是要自己努力的 所以因为那个冲突 媒体一下爆出来之后 大家马上讲到于小平就想到吴佩毅 等于是这个家族的知名度 完整地帮了吴佩毅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部分呢 当然我不需要诚实地讲 于祥全在这两天 一个小冲突 那变成北检起诉的事情 发生在民调当天新闻播报 你要想到民调那个回答是一秒间的事情 我打开电视各台新闻都在报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个对于小平其实不公道了 所以选举的时候负面新闻的效应要注意 他家的亲人不是他 但是人在做决断的那一刹那 可能就把他排到我的选择之外了 所以于小平这个部分其实是有吃到一点亏 但是我觉得这一个 也不要说一要一要一要不要 只是说初选没有过的休息一下 还有很多努力的机会 好 东豪哥其实呼应了刚刚定语所讲的 这个作家这个颜泽雅他也说了 其实吴佩毅可以KO于小平民调冲到第一 他认为是所谓现代版的草船借鉴 他点到的这个例子也是 于天在中常会的时候拍桌 所以吴佩毅就这样冲高了 那么于小平要帮他跟于翔全配对 其实这个某种程度娱乐性很高 但是其实又帮了对手做加分 所以这过程当中真的初选 这个妹妹角度真的很多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事实上吴佩毅跟于小平那一个事情 大家印象深刻 可是那么讲 其实对于于小平最差的一件事情 是他弟弟的事情 你也觉得 因为你们知道几件事情是连在一起 就像双安卓的事情 双安卓的事情会让大家对于 孙蓬他们 新二代 对 怎么教小孩子会有一个 容易产生负面联想 那于湘全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发生 就是你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 这个时候当新闻人在播送的时候 你会记住哪一个比较快 他不是对于于小平个人 会对包括余天在内 那个一个家庭 一个家族 因为他们有艺人性格 你会有产生什么样的一个联想 然后这个时候你相对来讲 其实吴佩毅我其实常常把他的名字喊错的 常常喊错这个名字 小朋友都会说吴佩毅我陪你我陪你 对可是我还是记不住 比如说我朋友比较快 杨文杰我比较熟 这样这样的名字我就很容易记住 我不用记住 就很容易记起来 可是一个新人 没有基础的人 事实上我对这个名字我是喊不出来 我只记得他另外一个 他挂了一个小鹰堪行 所以当我在看的时候就说 好是小鹰堪行比较强 还是余天的女儿会比较强 好可是在这样子一个关头里面 所以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余天觉得这个是党中央有支持 可是说实在 主席是大家的 余天辅选过很多人 因为他在艺人界的这种动能 帮你们讲非常多人 他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辅选者 可是你要自己成为主角 让你的小孩子去成为一个 政坛上的一个主角 哪怕今天是市议员选举 你要有准备的 那个准备 你不能完全只靠艺人的那一套 好来 世伟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次好像吴佩毅 或是余小平这种新人出来 他是跟老人一起拼 所以包括像周威佑 刘耀仁 严胜冠 真的是真的是均举 你看一出来 吴佩毅冲到最高 这些老人紧张是紧张真的 可是你们国民党好像 老人新人是分开 这样好吗 我想我们国民党 在2014地方败选 2016中央败选 说实在输得整个户队 你现在要保本 你本身的一个马步 你要扎稳 然后怎么样子 能够再东山再起 所以说我们或许 我们在今年度 我们中常会所做成的决定 是以现任者为优先 但是现任者为优先 如果说是同区名额 是一样的 那当然老人也要下来 争取那些名额 但是如果说老人保住了 你还有其他的一个名额的时候 那当然新人他也有加权 你说吴佩义他有新人加权 你说余小平他也有新人加权 可是他加权他并没有比吴佩义多 他没有加权 余小平没有加权 余小平没有 余小平也有第一比较开权 他只有第一个 郑二代没有 郑二代没有 所以说你相较之下 他的一个加权他就输了 但是我同意 在昨天讲 这好拍理由 外面政党说 他们在抽筹里面做民调 哪一天做民调是抽的 哪一天做民调是抽的 当天抽的 不是余强权的 但是这是去年12月10号 余强权的这一个案子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欣赏 余蓉同样是要参选 怎么来看余小平跟吴佩义 我想佩义他真的非常认真 所以能够冲到第一名 我想大家也非常祝福 那对余天 我想他身为一个爸爸 用爸爸的心态 在觉得很难过 还是觉得要自己女儿出来参选 我觉得等等这些 或者是说余小平 因为他弟弟 我觉得都一定有牵连 但是我也想从这边来回应一下 因为我正在目前参选 台中市中西区的市议员 那我们下个礼拜 也是在做电话民调 那应该我也承受到 很多的不同的压力 就是大家说 正二代或者是你是张文英的女儿 这件事情 那我想跟观众朋友 一点点分享 就是我妈妈是张文英 没错 但是她已经淡出政坛 将近18年的时间 那她是职业的牙医师 所以从2001年到现在 每天都在看诊 那我也是希望大家 可以看到我的分地向上 那每一天的暗户扫接拜票 那我希望大家 如果是正二代 但是也有很努力的正二代 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从这边 看一个候选人的本质 那选贤宇能 那我相信陈于荣 我自己非常非常努力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机会 好 我们今天现在 这次是我们的讨论 那么其实呢 这个选举初选过了 还有大选 对于这些 能够融入大选当中 其实还是